那么大规模政治靠什么实现呢 肯定不是说你靠武力征服 靠强加育人就可以做到的 在构建联合政府这个方面 人类其实有很多的政治经验可自借鉴 历史上不同形态的大帝国 包括像美国苏联欧盟这种制度实验都很有价值 但是迄今为止 我认为中国的历史经验是最成功最成熟的 其中有一套非常高明的逻辑 首先这种大规模政治秩序的维系 它需要有一种强大的组织 发达的组织来维系 美国的韦斯特提出了两种结构的比喻 一种是晶体结构 就像矿物一样 它之间没有有机的联系 比如像国际关系 就类似于一种无组织的晶体结构 中国的春秋战国三国演义 就有点像这个 那么还有一种叫分形结构 非常普遍的一种物理现象 包括我们人类的血管 植物的纤维 包括我们吃的喜兰花 这些东西都是一种分形结构 中国从西州的分封 到秦汉的郡县 一直发展到我们今天的党政体系 我们从里边如果找到一个 一以贯之的原则的话 是什么 就是一套分形结构的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和升级 形成了今天人类政治里边最发达的一套分形系统 所以可以说在世界历史的各个主要阶段 中国都是在人类政治里边组织程度最高的一个文明 当然有人说了 现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后 也产生了非常高的这种组织形态 包括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也讲过 他说西方靠什么政府非西方呢 靠的是有组织暴力的优势 而不是靠我们的文明 确实是这样 但是中国也从国外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 比如我们的这种列宁式的建党原则 但是中国在解决了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分裂和内战之后 在这样一个现代的历史阶段 中国最终还是迅速恢复了高度的有组织状态 所以即使是放在现代阶段 中国的国家组织形态 它仍然是非常优秀的一种形态 此外我们从历史比较来看 中国还有一些特点 比如从组织角度来讲 任何组织都需要基层这种稳定的单位 以及把所有的单位能够连接起来的一套系统 包括神经系统或者能源系统 信息系统 那么我们可以看中国历史上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就是有一些稳定的基层单位和行政区划 比如像我们那些线 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边 它能够维持大体的这种一致性 这种现象在其他文明里边 也是相对比较少见的 然后在这个组织的基础上 不断地形成之间的相互的连接 最后形成一个高效的信息系统 这些都是中国能够实现 大一统的一个组织基础 其次 就是要靠功能 人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么一个地球联合政府 它最大的合法性是它能够拯救人类 这是它的功能 你从系统论来讲 任何一个系统 它都存在一个功能或者一个目的的问题 那么构建一个大规模的共同体 它的第一条就是要满足人们的功能性的需要 所以历史上 所有的大规模的国家 它都需要多多少少提供一些功能性的公共产品 比如像外部安全 交通物流 水利工程 货币 度量衡这些东西 用西方经济学的话来讲 它就是起到了一个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 但是从广度 深度和持久性上 没有人能够和中国历史发展相辟敌 比如像欧洲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叫蒙代尔 他曾经提出欧元理论而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经常和学生开玩笑的讲 说我们的前二世更有资格得这个奖 为什么 因为在那么原始的信息和技术物流的条件下 实现了统一的货币 当然后来这个货币形制的完全统一 是到汉武帝的时期 那么再比如我们今天中国的一带一路 它其实就是我们中国式的这种秩序逻辑 它的一个继承和创造 当然这次我们不是为了大一统 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大规模的统治秩序 而是为了一个人类的命运的共同体 所以美国一个人叫唐纳 写了一本书最近 叫超级版图 这本书就高度认同一带一路所做的事 他认为一带一路符合了现在世界变化的一个趋势 就是从政治空间构成 转向一种功能空间构成 也就是说传统的这种政治边界 可能它的意义在下降 相反功能边界 功能联系 这种我们讲的叫互联互通 它的这种作用在上升 所以他原话就是讲 他说这种中国的这种互联互通 它所带来的硬实力 跟它相比 那么美国人过去讲的这种缥缈 虚无的软实力 其实是非常苍白的 这样一个功能性的共同体 他提出了一个要求 就是像流浪地球的联合政府一样 谁来统治 那么显然它是需要由专业的人来管理的 这一点也体现了中国历史上一个贤能政治的传统 中国自古就上贤而不上重 所以治理国家呢 它是一种科学 其实在西方有一些像政治学里的精英理论 包括像帕里托这些人 他也提出了一些观点 就讲造一个手表需要专家 修协需要专家 那么凭什么认为治理国家不需要专家呢 所以专业性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角度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专业性 就忽略到政府的这种民主性了 这方面的因素 那么我们看中国古代 我们古代的官员和士大夫 他治理国家的这种智慧和具体的技术 在人类的前现代阶段 应该说是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水平 我过去是读历史的 那么我们可以从史书中读到大量的这种点 志 证书 比如像著名的三通六点 包括像自治通鉴这样的文献 在其他文明里边 我们很少看到这样的东西 我们今天的政治家和官员 他的这种治理经验和治理能力 同样也是普遍高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的 所以我举个例子 就比如十年前 有一位美国学者到中国访问 当时就讲了一个观点 他说你们中国的省部级干部 他的行政能力要远远高于美国的部长 州长 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原因是什么呢 他当时就认为是你们中共的培训体系 他这个理解比较狭窄 实际上我们整个的体系 它是有长期的历史传统 有我们共产党长期的这种组织智慧的 那么同样我们比较一下美国 去年的4月份 Facebook的老总扎克伯格 跑到美国的参议院去接受质询 当时一个老参议员 犹他周顿 Oran Hatch 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你不收费 你凭什么活下来的 害得小扎同志差点没笑出来 他就回答说我没有广告 这个Hatch 参议员干了四十多年的参议员 算是资深政客了 可是他问出这么傻白甜的这么一个问题 开玩笑的讲 如果不是说背后有利益交换 他故意放水的话 那么他的政治能力确实是令人堪忧的 第三是一个大规模的共同体 他需要一个什么东西 需要共识 任何共同体的成员 他都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个性 增加共性 他才能够共存 所以你看我们中国历史上 我们的文化讲究什么 讲究教化 西方不讲吗 也不是的 基督教历史上是讲教化的 然后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 都有一个机构叫移民规划局 都讲规划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必须要加入到一个共同的文化 认同我的基本的价值观 我们才能一起生活 否则有意的小传说翻就翻 对吧 所以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就讲过一句话 他说 你既然加入了这个国家 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 国家有权利来集中你的情感 是什么 感谢观看